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一个 神奇的梦想 让生命仰帆 破浪远航 不管是偷铃风霜 还是交叹那巨浪 青春的情怀 天地飞扬 我有一个美丽的渴望 让身后脚印 闪耀听话 不管经历痛苦 还是遭受那忧伤 青春的寂静 碰射下光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花开花落 几度秋凉 潮起潮落 我心激荡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听不了的是追求 放飞是希望 是我的梦想 这一百万 你收下 花生 你这样做会不会很傻的 华盛怎么能傻呢 华盛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华盛肯定是否 那我就不客气收起来了啊 华盛 我明白 你是为我们好的 其实 我们是有一百万的利息 获取了你华盛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份 你一定要这么算 我能理解 姐夫啊 你知道华盛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份值多少钱吗 多少啊 三百万 什么 三百万 那华盛啊 这一百万我们再还给你 我们还要那百分之二十的股 那得有六百万呢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 可是钱在公司账上就有风险 比如说华盛公司要是去 远东商贸中心竞标 如果中标了 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就值八百万 可如果中不了标 公司民意受损 找不到活干也许就值四百万 或者两百万 甚至更少 那我们还是收起来吧 收起来 皇师 这点我非常感谢你 你处处都为我们照相 我们对你的帮助很少 可是获得的却是很多 姐夫 如果你实在觉得愧疚 我倒有一个建议 叔 只要我佟子齐能做到的 你能做到 来华盛公司当老总 当老总 对 华盛公司现在缺一个总经理 而除了你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华盛 你要是让姐夫去你那儿了 那这养鸡场怎么办 养鸡场好了 不就是几个鸡笼子吗 这是 什么 这是 这是 这是什么呀 华盛 你可别忘了 你姐夫以前是你的老板 我知道 姐夫啊 如果你愿意来 你的年薪是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 干好了有你 四个养鸡场的收入 多少 四个 那干 我们干 紫琪 那几个鸡笼子好办 养鸡场有我呢 姐夫 加盟吧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眼前的这只手就是机遇 电视里不是常说要抓住机遇吗 怎么机遇来了 你怎么吃饭啥呀 皇上 我是 我是怕我干不好 放开干 没关系 赔了算我的 赚了赢你 皇上 谢谢你 谢谢老板信任 其实我刚应该谢谢你 你大爷能合作吧 而且我坚信你 只要我们两个人临手 皇上公司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不是 不知道 其实我早就想和你跑到一块儿干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养鸡场 挖着脑子 用不烦 是 面子还不好看 让面子 擦鸡屁股去吧 阿妹 你知道吧 你找花生找对了 你抓住了一只浅利骨 生殖空间太大了呀 阿妹 阿妹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好将置业 不仅在设计 施工 监理等工程的各个方面 具有别人不可替代的实力 而且我们还和澳门及香港地区的 所有有实力的材料供应商 签订了价格保障合同 想有独家优先供货卷 换句话说 没有我们的同意 别人是买不到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 要想建成远东山貌中心 那更是无稽之贪 吴先生 您能告诉我工期需要多少天吗 你的陈述中好像忽略了这一点 如果不需要我们设计图纸的话 工期需要二十四个月 十五个月 我们要在澳门回归中国之前 建成商贸中心 如果资金到位及时 我想没问题 资金没问题 只是招标方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 我们同样需要 投标方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 没问题 我承诺 好 谢谢 请坐 下面请华盛公司的代表 刘华盛先生陈叔经标李友 尊敬的名誉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评委 那么好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们给了华盛公司 这次竞交机会 我们华盛公司是一家成立不久的 建筑机械施工公司 我们的业绩是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 把我们的资产翻了两倍 现在在全澳门同行业当中 已经成了没有竞争对手的最大公司 什么最大公司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 我们才是最大公司 请你听清楚 我所说的是建筑机械施工公司 而不是泛指建筑公司 建筑 这位先生 其他人不需打断竞标公司代表的陈叔 刘先生请继续 我手里有一份报表 可以让各位评委 更加详细清楚地了解我们公司的情况 先生们 第一回合选择已经结束了 八个公司的选择 都被选择了 两个其他公司的关系 是 Hao Zhang Property Group 和Hua Zhang Company 第二回合选择 选择选择 圆东商贸中心 顶项目中标方 豪江职业集团 豪江职业集团 谢谢 谢谢 时间就得足够 谢谢 多么得足够 多么得足够 太感谢了吧 真的太感谢了吧 祝费你 吴老板 吴老板 祝贺 祝贺 谢谢 明天早上等我点放 好 好 很遗憾没有选择你们 祝你们好远 选择谁是你们的自由 但放弃我做的事不错 希望有实时来证明你的话是对的 阿美 我们走 嗨 刘 我祝你下次成功 好了 谢谢 我祝你好运 葛麦斯先生 刘 没关系的 汲取努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很高兴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媳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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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剩下 你们先回公司吧 我想追溯了 和尚 依此事理不算什么 千万不要把心里去 知道了 姐夫 好 阿峰 我 去外面走走吧 明天拳要我们所有报纸的头条 明天拳要我们所有报纸的头条 一定都是关于竞标的报道 经历越痛苦 经验就越宝贵 接着说 没了 要说的话 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老婆我别的能来没有 但是紧跟你的脚步我能做到 以后 不管你到哪儿 我就跟你到哪儿 不论是天堂还是地狱 我跟着你 有你这句话 我就是再失败十次也不怕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他虽然被打败了 但没有被打垮 我们得想办法彻底把他击垮 让他永远构不成对手 您打算怎么办 我问你 刘华胜 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工程 这啥子都知道 他干工程又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赚钱了 对 我们给他工程 让他赚钱 不光是为了赚钱 主要想让人家学点东西 你看这次竞标会 他提前把所有的建在工程上 全抓在手里 竞标会没有召开之前 人家就已经赢了 这让我悟出一个道理 争项目拼得不仅仅是实力 还有智慧 而在这方面 我跟他差得的确不少 你也别贬低自己 我觉得你做得挺不错的 不是贬低自己 确实差得不少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他让我等他的电话 为什么 等他什么电话 我们让他赚钱 要不然急跑 我怎么就想明白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让他赚钱是写在合同上的 他能不能赚到钱 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这小子跟饿狼一样 达到工程 肯定会全人心地铺上去 那赚钱不就是水到驱城的事吗 那不一定 他喜欢拼命 就算人受得了 机械设备受得了吗 他那些设备在大陆都是连轴转着使的 根本没有时间保养 我断定 大部分都是带病工作 我给他工程不给他喘息时间 你想想 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还要看合同里是怎么规定的 最起码 所造成的损失要由华盛公司来赔 肯定是要用咱们的设备 吴翁昌是谁 他聪明啊 放着华盛公司的设备不用 他花上千万去买新的实工设备 不 他可以去租啊 全澳门又不是就咱们一家公司 是 他可以做 但是为了保证工程制的 又能从中间赚共同的钱 他怎么办 要找个设备全的 价格最低的公司 找谁啊 华盛公司 咱们是全澳门最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结果 在此之前我也这么想 可现在看来 未免太顺利成长了 你是说 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损失 赔偿 这是其一 更严重的事 他会触犯建筑安全法规等 这足以让他失去自由 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一切无从谈情 不管他 大不了就当跟人家学习嘛 等我们实力扩大的时候 咱们到时候再真正地跟他逆绝搞定 来 喂 你好 马上 我是 马上 你能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吗 好 我马上来 你来 不相信是不是 第一次 你给的优惠条件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对您来说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 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从整个工程的利润上 切一块儿给你 不仅是为了让你有钱赚 更想借此告诉外界 咱们澳门建筑业 不是四分五裂的散杀 我们逐利 但不被利逐 是能够算成一个拳头做事情的 你能这么想 我们整个澳门这个行业的人 都应该感谢你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工期 一个是赔偿 关于工期 在招标会上你也听到了 阁曼先生要求我们在 澳门回归大陆之前 建成远东商贸中心啊 我明白 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 这个施工计划 赔偿呢 如果没有履行合同 那你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没问题 这是惯例 只要是合同上注明的 我们全部都会承担 好 那么现在可以签合同了吗 彤总 你说呢 我们研究一下 可以 不过我希望明天你们就给我答复 因为有好多的公司都期待着想跟我合作呀 好 吴老板 谢谢您的期重 谢谢您的期重 好爽 好爽 发现问题没有 没有 但是我冥冥之中又觉得有问题 他明显容易 可是为什么呀 他怕你 有求于你 显然这些都不是 他现在是发暴方 他开出的优惠条件 不仅能满足东南亚的建筑商 就是对日本的建筑商也很有优惠 如果他真的是主动和你划进恩怨 他也很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以为赔偿这一条比较厉害 由我方造成的庭工 将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这是惯例 就连我卖鸡蛋的合同里 都有这个条 由造成损失的一方 负主要的赔偿责任 不管他了 大不了就跟他同归于尽吧 我可不想死啊 听吧 你说的是公司 关张也好 倒闭也好 凤凰涅槃 死而复生 喂 华鞋 我正想找你呢 我的设备得撤回澳门了 祝贺你啊 老大 什么老大 你怎么也赶上江湖一起 你打败了吴隆昌 不就是澳门建筑的老大了吗 什么打败吴隆昌啊 事实上 我们让人家给打败了 太好了 好什么 你的设备不就不用回去了吗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 我的设备必须得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签不平等条约了 去给吴老板打工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干嘛要签不平等条约呢 我说的不平等 是对吴老板而言 他让利给我 特别诱人 实际上呢 还是我 更想近距离地去接触一下吴老板 因为这次失败让我觉得 我们之间的差距特别大 姜还是老的啦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啊 我到现在都没琢磨透 他为什么要诱惑 这倒是啊 做生意的人不想着赚钱 可真让人琢磨不透了 不管怎么样 先天上你再说 大不了我回去给你打工 这话我爱听啊 哥 你要是真来的话呢 哥 我就把我这位子让给你 你是不知道啊 我已经被马叔骂过好几回了 他说我太柔 他喜欢拼命三郎 可这三郎的事呢 我又不会干 只好被他骂了 胡说 你沾上毛笔猴都精 你还能来吗 那行了 不多说了 赶紧把我的设备 给我弄回来吧 我跟吴容昌 把合同都签过了 好吧 我这就把你的设备都放回去 对了 哥 还有件事 前两天呢 茂次会的杨会长 找我们开了个会 说想组建一个股份制公司 然后呢 在澳门投资兴建 猪澳国际商贸中心 你给留意留意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 猪澳国际商贸中心 这名字可够大了 你们有多少钱 我跟你说啊 这个项目啊 钱不是问题 政府牵头的事 大家都放心 凑个几亿 十几个亿的 很容易 分分钟的事 听你这口气 都能把谁吓死 还说你揉 那行了 先这样吧 我回头给你留意就是了 行 哥 那先进了啊 挂了 老板 这份文件快点 好 老师 喝完一碳 这份文件快点 对了 阿妹 忘了告诉你了 咱们的设备马上就回来了 你觉得自断后路好吗 要不要两边都同时进行着 这样比较好 我喜欢致之死地而吼声 其实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跟吴隆昌 签的是施工设备的独家承接盒 如果我们的设备不够 吴隆昌势必会找其他公司 这样一来不仅仅会影响施工进度 很可能我们两家公司会产生矛盾 你这个人 还真不好合作 因为组织生辰不在我们这边 我们就是去干活的 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 干多干少 还是一家人输得比较酸 如果家里两家三家来 肯定会乱套 所以 咱们就一家干 爸爸爸爸 直爱有你的照片 好 我看看 把我这张似笑非笑的照片 给我登出来 还美名曰失败者的表情 你那哪像失败者呀 整个月在嘲弄别人呢 儿子 爸爸这表情像失败者的表情吗 不像 好儿子 老板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成功 好儿子 老板 提一个问题 可以 你们签订的是 私工舍被独家承知合同 将其他商家都排除在外的话 怎会防范和抵抑风险呢 好啊 我指认刘华胜 刘老板 他是澳门建筑业的代表 我们是澳门双雄 我们的合作是双雄汇事强强联合 是我直言其他的商家 不值一谈 这就开始了 开始什么 我们的商家们的工程 不是在被窝里说的吗 在被窝里说的时候就不要再提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 是不是 我从今天开始 你能够搞工程吧 先与会长吴老板准备情报 你不觉得有名 他是在抬高我 他不说了 现在我们双方合作是双雄汇 在竞标失败之后 能这么高价亮相 这不挺好 我是说他最后那几句话 其他商家不值一提 什么意思啊 其他商家听了会怎么想 心里肯定不舒服 这就等于 他们把我们和其他商家隔开了 我们被孤立 万一我们有求助于别人的时候 那是无法得到帮助的 姐夫 我们的设备现在最全最好 我们需要求助别人吗 天有不算风云啊 也许 这就是他合同里边的阴谋 以合作的形式 把我们孤立起来 等我们孤立无缘的时候 他再转过身来收拾我们 也许你太多虑了 要求独家合作是我坚持的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是 那个记者不是也提到了防范和抵御风险的问题吗 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 提前做好用途准备 那这样吧 你代表公司去拜访其他商家 向他们说明我们的诚意 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好 我去准备一下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 哥曼先生 你好 什么 好的 好的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哥曼先生说工程监理来了 让我去见他 走 咱们一块去 好 爸 这次我们爷爷让刘华盛说的幸福 您好 这位是商贸中心承造商吴老板 这是我们请的工程监理蔡先生 以后你们就会成为朋友 蔡老板 好久不见了 别来无恙 我很好啊 您没认识 我们是老朋友了 蔡老板 我没高攀吧 你把我当成老朋友 算是我高攀了 我代表豪奖之业 对蔡老板表示欢迎 希望远东商贸中心 在蔡老板的严格监理下 能成为一个优质工程 吴老板 在我们合作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望独独抱怀 先生们 我们开的不是鸡尾酒会 可以坐下谈嘛 请坐 来 请坐 齐队 咱们这些车最快 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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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恐怖不行 因为咱们得随时做好 开工的准备 也许明天 也许后续 只要计划来了 咱们就得上班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看 这些车辆设备 都使得太狠了 大部分呢 都带冰挂彩的 需要全面检修一下才行啊 那这样 需要检修的呢 先不上工地 咱们抽出一部分来 白天干活晚上检修 绝对不行 我不能把你往监衣里去送我 什么意思 这跟监狱有什么关系 我终于明白了吴仁超 合同的存在问题 军队 赶快按照刘董的吩咐 安排人 把这设备全部检修一遍 好 快去啊 快点啊 抓紧时间啊 好 什么问题 刚才齐队的一句话 提醒得太及时了 澳门的建筑安全卫生法 有民文规定 承造商 要对建筑施工设备的安全数字 可是刚才齐队说 咱们这些设计 大部分都是代表挂赛的 如果真这样拉上工地 万一出了事 你留华盛工地进进 你要是进了建筑 华盛建筑 就扯定很大 我明白了 原来吴隆昌咋的断定咱们肯定会出事 所以把我们随后的设计 吴隆昌这招够狠哪 我觉得 他这一两天 就会安排我们开工 走 去找吴隆昌 来 华盛 把这个 施工计划书交给刘华盛 叫他签收 大老板 吴总 刘总来了 吴老板 你好 华盛 我们刚开完施工计划会 你们就来了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我们是靠你们吃饭 消息不灵通不行 这说哪里话 互相照应吧 来来来 坐 坐 华盛 我还有点事 叫组织跟你们谈吧 好 您先忙 好好好 坐 坐 刘华盛 有句话 我一直想问你 被我们打败了 你服还是不服 服 心服口服 吴老板的确厉害 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再问你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甲方 我们是乙方 当然是合作关系 你要明白 你现在在靠我们吃饭 这碗饭 你吃什么怎么吃 吃多少 都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是在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吃饭 请你把开工时间 和施工计划给我 我要安排工作 明天开工 明天 对明天 晚一天就要赔偿一天的损失 据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 由你们承担的这部分 一天的损失为二十四万 多少 二十四万 这是负责工程预送的工程师计算出来的 不会做的 既然是合作关系 制定施工方案的时候 就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 不能单方面做出决定 我们是总承造商 我们要对甲方负责人 而你们 只是我们过来打工的 我说了 这碗饭 让你们怎么吃 你们就得怎么吃 你这样说 太不讲道理了 我就是不讲道理了 你们能怎么办 可是我们要扶 王总 告辞了 不送了 对 我是皇上建筑 我们想从你的脸建一些设备 对 重卡 铲车 脚机 推土机 挖掘机 这些都要 对对对对 我们只借五天 借五天 降额双倍 来 帮帮忙 算了 东东 看来我们必须得破釜神招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真的就是哑巴吃黄脸又口说不出了 你想怎么样 召开记者会 公开宣布终止跟他们的合作 这样一来 不就彻底和好将只眼掰了 我倒不想掰 可人家一出手就把我们置于死地 既然他们可以这么狠 那么我们也只能这么决 对 公开断绝跟他们的关系 我看他能拿我走 和对方终止合作 合同里有明文规定吗 没有 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所有的赔偿条款 都是在开工后 开工前没有设计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公开宣布跟他们终止合作 并不存在什么房子 让阿峰过来 通知媒体明天见报 等等 要不要先通知一下五中场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你不想放弃这个工程吗 你想放弃吗 那就将他一局 喂 我是 什么 重置合同 还要召开记者会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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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 万事好商量吗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去跟你们商量 妈 通知就终止了 本来我们就是要是通知的 让他们走了先手 局势就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他们在开工前终止合同 不用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反而陷我们于不仁不义 会说我们以大欺小 以强压弱 刘花生的应变能力 出乎我的预料 那您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要让步了 不让步行 记者会要是真的召开了 谁还敢跟我们合作 谁还肯跟我们合作 老板 吴总不来了 谢谢 吴老板来了 吴总 欢迎 刘老板 妈也有亚信啊 什么亚信啊 这不我们无事可做吗 刘老板真会开玩笑 是无事可做 还是不想做事啊 说实话 想做事情 但又怕做不成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绕弯子了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这个工程我拉你们进来 目的我已经说了 就是想告诉外界 澳门建筑业 不是四分五略的散杀 我们是能够赚成一个拳头做事情的 你们要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宣布华盛公司退出 老夫不解何意呀 吴老板 我这个人比较渴望自由 而且更加珍惜我自己 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些小钱 如果为了这么一个项目 我不但钱没赚到 而最终还要进了监狱 吴老板换做是您的话 您要不要选择退出 好 五天后开工 您可以了吧 告辞了 见了 吴老板慢走啊 好 活齐了 咱们算了 还没办法 还没办法 说话 李叔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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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怎么拍这儿睡觉啊 这饭点儿的时间 人怎么这么少 是啊 人怎么会这么少啊 问你呢 耍什么滑头啊 到底怎么回事 老板娘 我没耍滑头 这个 你们还是去问王五了吧 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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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哥哥来的 我们刚刚到 大金 这饭点儿的时间 生意怎么这么差啊 走 去办公室坐 去办公室说去 以后别再睡觉了啊 来 来 请 坐 盛哥 好 这 这边儿还有这么多 这谁照信管啊 阿红呢 在家呢 哎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这儿来啊 那怎么行啊 我不能让人说闲话啊 说我阿监 连 连老婆都养活不起 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老让阿红一个人在家待着 他会憋出毛病呢 不会 哎 严重了盛哥 哎 你完全没有把阿红 当做你患难以供的妻子 你是把他当女神供起来了 阿红就是我的女神啊 那你是不是平时 在家从来不让他做家务啊 那当然 有 有保姆啊 那他平时都做什么呀 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只要他开心 他做什么都行 他现在肯定不开心 你怎么知道啊 梅姐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我也是女人 我跟你说啊 女人最想做的事啊 就是和他最爱的人一起 摸爬滚打 酸甜苦辣 出生入死融入一共 你不让他做这儿 不让他做那儿的 他能开心吗 我 我就是想证明 我阿尖 养得起自己的老婆 而你恰恰什么都证明不了 只能证明你的虚荣心 你这么做就是怕失去的 对不对 是啊 沈哥你也知道 我和阿红的差距 太大了 我特别怕失去阿红 怕失去他 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就像阿梅说的 酸甜苦辣一起管 阿建我敢断言 这个面馆什么时候 再想起阿红的歌声 我们的生意 就肯定会重新活起来 可是我真的不想让阿红 和我来一起受这个苦 这怎么会是受苦啊 这对阿红来说 是最幸福的事了 阿倫 阿倫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直直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宕了爬起来 潇洒说一生再见 又疼痛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随风飘散 但不许抱上我的眼 不再缤纷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直直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宕了爬起来 潇洒说一生再见 又疼痛就留在心前 让烦恋怒随风飘散 走过去不够艰难 以为会天塌地线 再挥手再从头看 花儿走开你脚边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